这里是CPU CPU基本上如果死背书 就有ALU ALU 和CU 这些 需要死背的呢 是不需要的 但需要知道什么呢 就是data如何 flow 因为有机会给Diagram的填充 这里很简单 Authmetic operation 就是什么 是小学学的 是加减成全 除了 除了 很难打符号 除了 接着 Logic operator 是n n or lock 接着 这些是有input 也有result 但谁控制default的呢 原来是CU control unit control unit 就是control machine cycle 那是什么来的 没有读书就不懂 麻烦你读一下书 就是这几个 Fringe Decode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instruction 放到register 放上去之后 把decode 解码 要知道instruction 之后 做execution 这个密宣系统是不断地做的 不断地重复做 所以下面解释了什么 这就不说了 至于如何有register register更厉害 比什么呢 Cache 是在CPU以外的 register 在CPU以内的 register 这个速度将会更快 更快 它的速度更快 L1 cache 更快 因为在旁边 尺寸不可以太大 一定要很小 可能小到 几bytes Megabyte 已经觉得好多了 可能几bytes 用来存资料的 那我做什么呢 也是暂时储存你的资料 也是想目标 想加速 升级 不过 很差 超税 需要什么呢 公开考试 特意尊考register 看一下你懂不懂 OK